房间流传的一种说法 中原普渡祭祀的食品特别容易坏掉 但其实这是有学理根据的 有营养师指出了 一般普渡时间都是在正中午的时候 户外高温加上了太阳直射 细菌可能会增加100倍 另外烧香的香灰会产生乙烯 属于植物性荷尔蒙 容易催熟水果 而到底要如何防止祭祀的食品变质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 中原普渡准备澎湃祭品 三生烧香拜拜 有民众讨论祭祭完的食品容易坏 科学界证实有这个说法 但背后有科学根据 营养师谢一方分享 一般普渡都是在中午户外高温 加上太阳直射 祭祭的食物只要曝晒10分钟 细菌就会增倍 曝晒2个小时 细菌可能增加100倍 因为大部分的病原菌 包括什么金黄色跑球菌 大肠杆菌 沙蒙氏菌 都容易在7到60度中滞长 不要让食物直接曝晒在阳光底下 尽量找阴影出百磅 是比较好的 带一些生鲜食品的话 可能一定要加保鲜膜去覆盖 不要让食物直接曝露 在我们的一个空气当中 医师建议祭拜的食物在高温下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避免细菌大量滋生 另外包装袋打开后 蚊虫 苍蝇和灰尘等 容易接触到食物 拜完后若未及时冷藏 也会提升食物变质几率 而且烧香后的香灰 会产生乙烯 是一种植物性荷尔蒙 容易催熟水果 进而导致水果味道变质 烧香这个过程当中 会产生乙烯微量的水果 那用乙烯来催熟 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才会 然后我想烧香拜拜 那个空间都是一个开放的 就是说有些灰尘啊 或者说可能会碰到 我们的一些食材 然后也不卫生 也容易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传统祭拜食物容易变质 可别牵托好兄弟 避免高温曝晒 加强保存方式 才能确保安心吃下肚 记得按照与燕林凡台北采访报导